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粽子 在口感上 粽子有南咸北甜之说 南方的粽子多以糯米 鲜肉 火腿等为原料 咸味是主打 完全可以和北方水饺的馅料相媲美 而北方最常见的则是以黄米 红枣 豆沙等为主要原料 口感上偏于甜口 除了粽子味道的差异 各地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啊 也是众说纷纭 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还有的说法是纪念直言赶见的吴子絮 而在山西流传的则是纪念晋国名臣戒子推 公元前六三六年 在外流亡了十九年的崇尔 在秦穆宫的帮助下复国继位 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宫 晋文宫崇尔继承王位后 大肆封赏群臣 而戒子推看到同僚征冠妖宠甚感厌恶 便伴着老母隐居到绵山 过着平淡的生活 当崇尔得知戒子推已然退隐时 决定亲往绵山寻找戒子推 戒子推闻讯避而不见 带着老母躲避至绵山身处 走山官兵久寻不惑 最后决定放火烧山 欲将戒子推逼出山来 不料戒子推心智坚定 硬死也不肯出山 山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 大火熄灭后 人们在一刻枯溜下 发现了戒子推母子二人的尸骨 冲耳朵之后顿足哭嚎 悲伤不已 为纪念戒子推 下令将绵山改为戒山 将其尸骨葬于山中 修辞立庙 并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 小玉全国 每年这天禁止生活 皆吃寒食 以此纪念晋国的名臣义事 借此推 这是人们对于先贤高尚情操的赞美和欧歌 在山西这片热土上 亘古如一流传至今 人是山西好风光 滴飞水媚无不相 五月短五扯冲子 家家户户都恨啊 买啥冲月宝冲子 花蜜照二发中呀 老少爷们都喜欢扯沙塔 保你年轻是谁不夸张 伴随着静中地区流传千百年的莲花烙之声 我们的思绪似乎也慢慢的被带进了这片古老的土地深处 在这里 时间的作用似乎变得没有那么的不可思议 传统的习俗和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反而沉浸在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之上 烙印在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最早的端午节有晤日之说 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个不吉利的日子 因此有五月五日夺午这一习俗 时至今日在我国很多地区还流传着夺午的习俗 出嫁的女儿这天要躲回娘家过节 而在晋中地区端午节还有一个独特的称谓 女儿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古老的土地 领略晋中地区传统端午文化和黄米粽子的独特魅力 她是这家小院的女主人程玉兰 眼前的这个小院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她对家的情感与牵挂 还有几天就要过端午节了 和往年一样 早早的她就开始准备包粽子要用到的黄米了 黄米古称鼠是中国古代五谷之一 古时包粽子用鼠 齐明耀书记载 年鼠一名粽 一约绞鼠 盖取阴阳上香果 为分散之下 晋中地区的粽子延续古法 多以黄米红枣为主要原料 美其名曰黄金裹玛瑙 去了壳的鼠子比小米稍大些 颜色淡黄 所以也叫黄米 在晋中地区 黄米是包粽子的主要原料 但是由于黄米的特性 在包之前还需要特殊处理 这种处理方法也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口口相传 延续了下来 我们这个黄米是我们自个儿种的 它米粒比较饱满 它吃起来的口感很好 我们就每年把很好的种子留下第二年种 这个在我们当地我们都得泡六到七天 因为它这个硬度比咱们糯米的硬度要硬 所以它得泡这么长时间 那泡时间长了起了那个发酵的作用 然后洗净了再做 实际上这个泡米是很讲究的 它是不能暴散 它要泡米就是在那个阴凉通风的那个屋子里 那个出来效果要比较好 吃的口感也很好 经过长达一周的浸泡和自然发酵 硬实的黄米开始变得软糯 浸泡之后的黄米可以大大缩短粽子的煮制时间 吃起来也更加的香甜糯口 日子总是在人们的期待中变得十分的充实 仿佛时间也能感受到老人的心愿 很快就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每年的端午节都是成玉兰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这天女儿们都要回来 一家人团聚一堂 或许是她现在最大的期望了 女儿们的到来让成玉兰省去了不少的活迹 粽叶和红枣都是女儿们专门从集市上买回来的 也省去了成玉兰去集市购买的时间 还未处理过的粽叶并不能直接用于包制粽子 还需要经过长达一小时的煮制才能使用 煮制的时候要用大火 并不断地用筷子翻动 确保每一片粽叶都能浸泡到开水里 使干燥的粽叶充分吸收水分 舒展开来 同时也可以将粽叶中的一些杂质清理出来 将煮好的粽叶放到清水里 再浸泡上一个小时 就可以清洗粽叶了 清洗粽叶 要顺着粽叶的纹路 将两面都同时清洗干净 边清洗边挑选合适的粽叶 金中地区的黄米粽子所选用的粽叶也是很有讲究的 选取的粽叶必须有韧性 而且对于粽叶的宽度也有一定的要求 像我们做这个粽子选粽叶是很关键的 我们这个粽叶选的是立丘以前的粽叶 为什么要选立丘以前的粽叶呢 它这个筋部是很关键 你看立丘以前的粽叶它筋部很窄 它有韧性 你要是立了丘以后的那粽叶就老 它这个挺子就是很老的 再有我们选这个粽叶就选那个7到8厘米 包我们这个粽叶正好两片一个 两片一个粽子 还有这个你看它这个叶片上的这个纹路很细 还有这个组粽叶 像我这个组组这个粽叶的时候 锅开了一个劲的翻 翻了泡了一个小时就很翠绿翠绿的 你要是舞的时间长的话 它就有那个就很暗的那个颜色 粽叶一般选用清明节到立丘这段时间的粽叶 韧性比较好 粽叶的宽度一般选取与手掌宽度相似的粽叶 这样包出来的粽子个头大小比较匀称 而且容易包制 翠绿的粽叶给人一种清凉的视觉享受 这火红的红枣带给人的则是一种味觉上的甜美滋味 红枣为主要原料 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包这个黄米粽子就是全我们当地的这个粽 这个是肉很厚很甜糊很小 配我们那个黄米粽恰到好做 在我们当地做这个黄米粽子全是用的这种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当地人自古以来就善于发现自然的馈赠 胡平枣就是自然给予人们的礼物 因其外观形自胡平而得名 这种枣肉质比较厚 枣核较小 甜度很高 在当地有每日三颗胡平枣身体强健不服老的说法 是人们十分喜爱的一种食品 北方粽子偏向于田口 在当地端午节包粽子 用到最多的当属胡平枣了 清洗完粽叶和红枣 还需要将泡好的黄米清洗干净 经过长达一周的浸泡和自然发酵 泡米的水散发出一种自然发酵后的醇香 黄米变得外观圆润饱满 颜色成金黄色 这样的黄米就可以用于包制粽子了 我这个米就是泡好的米 泡好的米拿右手轻轻的一捏 就碎了 这个是泡的恰当好处 然后淋包之前洗上两三水 它就把那个泡的发酵的那个酸味就洗掉了 吃起来更好 泡好的黄米还需要再清洗几遍才可以使用 先将盆子里的水倒掉 然后再加入清水 用手不断地搅拌 然后再用双手捧起 轻轻地揉搓 把盆子底部的黄米往上翻出来 如此反复清洗 一般清洗两到三次 黄米发酵的酸味就可以清洗干净了 在晋中地区 端午时节 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聚在屋子里包着粽子 老着家常画 是当地由来已久的习惯 包粽子虽说是个简单活 但也是一个细致活 看似简单的动作中 每一个细节都凝聚了 晋中地区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您瞧 程玉兰这一番一折之间 打出的小兜子可是有技巧的 右手的这个 右手的这个叶子 尖靠着左手这个叶子的根上 然后打兜子 打兜子叶子的长度 是三分之一的地方 打兜 右手拐进来 左手顶住下边那个尖 这一个兜子就打好了 装好米的粽子在包制的过程中 还要预留出一个假尖来 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尖是假尖 为什么要说这个要这个假尖 足米的时候 它那个膨胀的时候 米就容易到这 那个米做出来很好 很匀 您看 程玉兰三下两下 一个棱角分明 精致美观的粽子就做出来了 两个女儿可就没有她这么熟练了 小女儿稍显声色的动作 不是惹得三个人哈哈大笑 这一个小小的粽子在这时候成了一家人热闹 团圆的纽带 尽管两个女儿包粽子的速度没有程玉兰这么快 但是有程玉兰在 似乎这并不影响包制的效率 很快在母女三人的努力下 满满的一盆黄米粽子就做好了 就等着下锅了 园子里程玉兰的老伴也已经升起了火 开始为接下来的主粽子做准备 心心炉火旺盛的舔着炉灶 一个个外形精致的粽子被放入了锅中 水面慢慢迸发出一个个气泡 预示着即将迎来的一场盛宴 我觉得小说还特别多 又来朝下某几百说 还有喝啥味熊花酒 总不能去啊各位好老婆 静中地区的端午节 还流传着什么样的古老习俗 纵乡情农画端午 广告之后农广天地继续播出 在静中地区千百年的端午习俗里 父母对于儿女那份殷切期盼和祝福 是更古以来永远不曾变化的主题 比如说佩戴香包 系上五色线 涂抹熊黄酒 都表达了父母对于孩子的美好祈愿 我们每年过节时候都要给孩子准备这个香包 这个香包里面割的是爱草粉 因为这个第一是避邪 也避那个蚊虫 蚊虫着咬的孩子们那块 这个五色线呢 是那个五月耽误早上给孩子们编上手链 带在手上 它这个是防五毒保平安的这个事 山西的五月初 正是春夏之际 虫害复生 实意流行 此时人们首要的就是要消毒防病 民间用香袋包药佩戴 称之为香包 在古代香包又叫香袋 香囊 荷包 是用彩色的碎布和五色丝线缝制而成 内部装有各种香料 带在孩子胸前 不仅美观大方香气扑鼻 还有屈臂蚊虫的功效 和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 也为孩子们增添了如意的玩物 耍起来小巧玲珑香气扑鼻 给孩子们准备的五色丝线 则是将五种颜色的丝线放在一起 搓成手链 然后才会给孩子们戴上 中国古代崇拜五色 以五色为吉祥之色 端午节 长辈们在儿童的手臂上 系上五色丝线 以求祥瑞 称为端午锁 也称白锁 东汉应哨风俗通 五日以五彩丝祭毙 避鬼疾病 令人不病温 以后香烟成喜 在镜中 每逢端午 人们就给家里的孩子带上 防止五度的侵害 在端午节表达人们美好祈愿的 还有熊黄酒 据说在端午节这天 给家里的孩子们脸上涂抹熊黄酒 可以辟邪保佑孩子 不受毒物的侵害 用熊黄酒 涂抹小儿面颊耳鼻 俗称画鹅 在端午节这天 给家里的孩子涂抹上熊黄酒 以避免受到毒物的攻击 祈求孩子们健康平安的成长 在镜中地区传统的端午节俗里 门口挂上艾草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里的艾草不同于南方 南方是将新鲜的艾叶悬挂于门口 而在镜中地区的农村 用的则是家里存放了一年的干艾草 是屈服必获的象征 人们对于家人平安 健康的祈求 通过门上那一束束的艾草 也变得充满了神圣 关于门口插艾草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唐朝末年 农民起义军领袖黄朝 在攻打城池之前 都会让城里的穷苦老百姓 在门口插上艾草 起义军攻打进城池的时候 凡是门口插艾草的家里就不会受到伤害 从此 端午节插艾草可避免灾祸这一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端午节 对于家里的长辈们来说 这一天的每一个习俗都寄托了他们对于孩子的那份浓浓的关爱和期望 而对于尚处于懵懂年龄的孩子们来说 似乎永远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节日 在这一天里 可以得到好玩的香包 还有好看的小手镯 虽然孩子们高兴的是还可以吃到美味的黄米粽子 经过三个小时不断的家柴添火 煮出来的粽子才够味道 沸腾的开水就这浓浓的粽香飘散四溢 一个个粽子仿佛迫不及待的要蹦跳出来 顶上的锅盖也一跳一跳的向人揭示着出锅的最佳时机 柴火的余劲会恰到好处的将粽子再握上一段时间 两个女儿似乎有点迫不及待了 早早的便拿了两个盘子在炉子旁边等着出锅了 一个个香气腾腾的黄米粽子就被摆上了餐桌 虽然简单 但却是女儿们吃到的最香的饭了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取着香甜糯口的粽子 捞着家常话 欢乐的气氛还有沉浸在血脉之间的那份温暖 在这一刻弥漫了整个小院 一缕缕灶上的熟香 溶进了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一件件吉祥的物品已排成千古的寄托 来自农耕文明的米粮 与宝京风霜雨雪的翠叶 就这样以绝无仅有的体态 表达着由衷之意 抒发着真朴之情 这不仅仅是人们味蕾的一次品尝 更是一份厚重的 不可替代的亲情的寄托 每一颗经营剔透的米粒 都包含了父母对于子女的那份 殷切的期望和祝福 每一个小小的物品 都蕴含了家人之间那份 浓浓地割舍不断的血脉之情 一个小小的粽子 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儿女 对于父母的那份感恩之情 更是晋中地区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它从历史的最深处走来 见证了千百年的风雨沧桑 当时间的脚步逐渐远去 那份沉浸在血脉之间的厚重 却在此刻迸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无论您在哪里 不管您吃的是哪种口味的粽子 我们都共同感受着 小小粽子所存在的那份民族情感 也享受着端午佳节 带来的团聚与祝福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